好,今天要為大家來開箱這台 尾利 1比24小型攀岩車 這台跟上一版本有什麼差異呢 上一版本的是閹割版的 只有一顆伺服機 他只能做前輪轉向的動作 這台新版的已經變成,我們拆開殼來看 他已經前面有一顆,後面有一顆 他可以做四輪轉向的運作 可以前輪向左轉,後輪向右轉 四輪都向左轉 四輪都向右轉 可以同步 我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上一代是閹割版,玩起來很沒樂趣啦 這個是最新的,我們RCGF最先最快,從工廠直接就擠過來 別家都還沒有 保證別家都還沒有 你看到影片的時候保證都沒有 來,我們來測試齁 現在 他這台用的是 聶青的小電池 聶青的小電池 4.8V 150毫安 MI-NH的 他充電是使用USB充電 他有附一個USB的充電器 充電的時候會亮燈 充把會洗掉 大概40分鐘左右 好,我們電池裝上去齁 插頭他是用小白頭的齁 我們切上去以後電源打開 燈會亮 一樣,微粒的遙控器的操控器的操控模式 車子先開 遙控器 開關打開 會亮,左右轉一下 確認車子有動作 對平成功 好,現在是單輪轉向的模式 前輪單輪轉向的模式 然後 我們看遙控器 這邊有一個MOD全向 總共有MOD1,MOD2,MOD3,MOD4 有四個模式 跟舊版這台遙控器一樣 但是因為舊版是閹割版的 所以他這個MOD的模式 沒有功能 來,我們現在切 一開始都是MOD1,就是前輪單輪轉向模式 我們切MOD2,來 我們按一下MOD2 變成後輪轉向 這個是MOD2 後輪轉向 來,MOD3 前輪向左轉,後輪向右轉 前輪向右轉,後輪向左轉 後輪向右轉向左轉向 主轉向左轉向右轉向左轉向右轉向左轉向右轉向右 lado side 來,我們再來切換 MOD4的模式 來 MOD4的模式 四輪是轉同一邊的 都向右 他可以變成螃蟹走 橫著走 橫著盜盜 他可以變螃蟹走 這個是D代版本沒有的 這種車就是要玩四人轉向才有意思啦 D代要那個閹割板的 就算了吧 所以我們賣完DP我們就沒賣了 好我們再切回來莫德外 它的電變是 這個伺服機如果你找到同尺寸要換也是可以 因為它的 這個伺服機的插頭是正規杜邦三孔的齁 這台樂趣很多啦 它攀岩能力也很強 很推薦而且側板 是改成金屬的 這台損耗品 損耗的零件相當少 因為攀岩車它本來速度就比較慢 只要你爬不過的地方不要硬吹的話 基本上它沒什麼消耗品 就是MOD3的模式 前後人轉向不同天 前後人轉向不同天 但是價格也非常的親民齁 不用兩張小朋友 好再來MOD4的模式 螃蟹走 然後我們看到遙控器這邊 這邊有兩顆齁 這就是前後 前後轉向的微調 好 你只要轉這邊 就可以做微調動作 這是前輪的 這是後輪的 非常的方便 又簡單好玩 而且它改成USB充電很方便 你出去 因為它不是鋰電子 它是鋰青的 所以你出去到外面 你只要帶行動電源 沒電可以馬上充 就可以直接再玩 這台應該也是可以改成 ES的鋰電 我們現在 會測試 我們 待會會測試 看能不能使用2S的鋰電上去 燒掉就算了 我們會先測試 如果可以用2S鋰電 讓它使用的時間更久 動力也會更大 四輪轉向是這台的重點 千萬不要再去買第一版的閹割版 那個沒有用 你光自己要買 另外一輪轉向的套件進來 再裝上去就划不來 好 今天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